年幼时的你是否也曾和我一样 喜欢静静地观察蚂蚁 看它们团结一心搬运食物 或是以其他势力展开殊死搏斗 这个微小而丰富的世界 总令人充满了无限的好奇 多渴望变成蚂蚁 体验一番别样的生活 幸运的是 电子游戏正是那座通往异世界的桥梁 早在1993年 Maxys公司就已经在这款模拟蚂蚁中 创作出了一个无比精彩的微观世界 正如其名 在模拟蚂蚁中 玩家扮演的当然是一只小蜜蜂 玩家其实是只黑蚂蚁 只是为了便于和同伴区分而用黄色显示 潮水里的以后是个无情的生产机器 接下来 整个种族的命运都将掌握在你的手中 作为第一只工蚁 正是既当爹又当妈 为王国的发展开疆过土 建造地下宫殿 还得细心照顾好遗卵 以便壮大势力 不过这些都是主人的任务吧 寻找食物好好活下去 才是玩家目前最需要面临的残酷限制 不过当我们钻出土壤 亲往外部空间的那一刻 不亚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瓶盖一拉罐和孩童丢弃的玩具 成了名川大山 平时不惜眼的杂草野花 犹如万亩真容 地上的积水就像烟波飘渺的湖泊长江 但千万不要对这个神奇的 微缩世界流连忘返 美丽的外表下 往往暗藏危机 蜘蛛在时刻搜寻你的气味 一旦被发现 将成为这只怪兽的餐后甜点 不怀好意的饮食则挖好了陷阱 等你自投落网 就连墙壁上的插座都成了致命禁区 各种频发意外 让玩家的死法千奇百怪 因此 快速拾取地上散落的绿色食物 才是这个世界最实用的财富密码 当一卵们一步步长大成瘾 帮手越来越多时 你才算是度过了艰苦的开荒期 维持家族的运作 也不再需要你费神费心 因为蚂蚁们都有AI 会自己行动 你可以偷偷懒 在庞大的地图中散步 甚至可以召集同伴反攻蜘蛛 得到额外的食物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会发现 原来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宰 越来越多的红蚂蚁走进你的眼前 当你前进试探 迎来的却是一场屠戮 甚至玩家太过弱小 红蚁还会大举进攻 杀死我帮以后 直接导致游戏结束 我们都知道 生活没有容易而则 而在昆虫尸体 更是彻折底底的弱肉强食 模拟蚂蚁 模拟的是蚂蚁的日常生活 更是一场真实残酷的生存较量 为了取得胜利 玩家需要不断壮大 击败红蚂蚁 这种模拟经营 与即时战略的有机结合玩法 在当时非常先进 我们需要合理的 分配蚂蚁的每项行动比例 甚至还要搞计划生育 控制新生蚁的种类 公蚁 兵蚁 或者是熊蚁 同时还要时刻观察地图 第一时间召集同伴 搬运新刷出来的食物点 这也会常常导致双方 在战略资源点打响局部战役 一旦滚起雪球 形成巨大的数量差距 那么每一片雪花 都将涌闯天涯 这时候来到红与巢穴 直倒黄龙 终于成为这个区域的赢家 不过你要注意 我说的是这个区域 而不是这个游戏 打开游戏的完整地图 你将发现 自己不过是沧海一宿 刚刚营下的浩瀚天地 只不过是宏观世界的冰山一角 这里生活着高维度的人类和动物 它们随意一角 都可能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而其他的区域 则生活着更多的红蚂蚁 游戏也从原生地争夺 进化到了领土扩张危机 占领整个后院 成为了游戏的最终目标 当单个地块的蚂蚁总数量 接近100时 便会诞生新意后 占领附近的地块进行繁衍 随着时间流逝 王国的疆域也不断延伸 当我认为是时候打响 最后一战取得胜利的时候 我才发现 游戏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我仅仅被允许 进入自己的黑色区域 红蚂蚁占领的红色区域 是不允许玩家进入的 而红蚂蚁 也不能进入我的黑色区域 所以游戏 最终只能处于黑红两立的局面 永远地僵持下去 也就永远无法通关 这个游戏设定 令我感到困惑不已 难道模拟蚂蚁 并不存在通关 然而根据维基百科记载 模拟蚂蚁的胜利方式 就是赶走红蚂蚁和人类 占领整个小屋后院 这些资料的肯定 反而让我深陷矛盾 游戏既要我驱赶红蚁 又不允许我进入红蚁领地 难道要我烧钩香拜佛 祈祷红蚁自己离开 而网络上也没有记载 关于模拟蚂蚁通关的方法 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游戏基本操作介绍 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我看到了和我同样感到困惑的玩家 美国游戏波克杰瑞德 也发现了模拟蚂蚁的这个问题 并表示 游戏最终会陷入这个奇怪的僵局 不过杰瑞德并没有马上放弃 而是进行了自己的探究 在陷入黑红两立的局面时 他又继续将游戏运行了两个晚上 希望黑蚁能够自动进入红色区域 消灭红蚁 可遗憾的是 这并没有发生奇迹 还是毫无进展 虽然结果不随人愿 但这样的探索精神 却令我深受启发和感动 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随便放弃 应该尽全力去探索这个难题 杰瑞德的测试 也让我知道之前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需要寻找新的方法 在多次的尝试中 我发现 我和杰瑞德之前都忽视了一个细节 系统为了提高对抗性 会给AI作弊 同意不像玩家一样 需要接近100只才能诞生新以后 而是只需要大概一半的数量即可 这种给AI作弊的情况 也常常发生于现在的很多策略游戏 就比如在文明6高难度下的电脑国家 研究科技的所需和恶术 比玩家少很多 地图左上方大面积的红色区域 其实是由新的红蚁猴 悄悄飞去繁殖的结果 作弊的速度 却给我们造成了一种 是开始就存在其他红蚁部落的假象 既然如此 我们就应该直接把他的计划 扼杀在摇篮中 于是我又进行多次实验 找到了快速击杀敌方蚁后的方法 游戏开始时 立即将蚁卵调控为兵蚁 在第一批蚂蚁出生后 就立刻召集前往敌军巢卷 当进入红蚁洞穴后 直接将猝不及防的蚁后击杀 这次完全不给机会 问题就从根源解决了 然而当打开大地图时 我瞬间懵了 地图又上班 竟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块红色区域 难道是我的击杀速度 还不够快 再次尝试后我才明白 但凡玩家击杀以后 系统会立刻无中生有 创作出一个新的红蚁部落 这个纠集变态的机制 如同给这款游戏宣判了死刑 直接把僵局变成了死局 游戏设计师威尔莱特 压根就不打算让玩家通关 但也请不要放弃 虽然游戏的规矩是次的 但是我们的思路 依旧可以是灵活的 至少现在 我们抽丝剥茧 逐渐找到了 造成这个死局的两个原因 一是不允许进入红色区域 二是不允许直接击杀敌方以后 这两个不寻常的机制 让人进退两拍 但我们却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去利用这些机制 既然不允许进入红色区域 那我们就想办法 让红色区域无法诞生 不允许直接击杀以后 那我们可以先不击杀以后 引发问题的因素 正是能让我们诞生新思路的源泉 没错 在新开始的游戏中 我们要做的 就是控制红颐的数量 在30之左右 既保证红颐后 有足够的食物存活 同时数量不足 又无法产生新颐后 去其他区域生根发芽 和我们黑蚁 则继续保持发展 迅速产生新的黑蚁后 占领其他区域 按照这个方法 四个小时后 地图上的空底 即将被我们完全占据 不过游戏 现在又会出现另一个难题 因为每块黑色区域 几乎都有上百只黑蚁 而每只黑蚁 都是一个独立印算的 逻辑单位 这使得SFC在超负荷运行 游戏因此变得无比卡顿 每秒钟就只有几帧 不仅是视觉折磨 操作起来更是极度不变 一旦松懈 没有及时击杀红蚁 红蚁数量会爆炸 产生新蚁后 或是中途忘记 召集自方兵蚁离开 直接导致红蚁后被杀死 任何微小的差错 都会导致前空进气 因此整个过程 必须要全神贯注 最后 我们占领了地图上的 所有空地 那么现在 就是我们吹响 进攻号奖的正确时机 召集兵蚁一路推进 来到红蚁巢穴 先击杀以后 斩炒出根 接着再一个个 消灭其他类型的红蚁 当最后一只红蚁被消灭时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死局 真的迎来了收尾 这次 我们终于做到了 微不足道的蚂蚁 战胜了强于自己数倍的敌人 永远自在地繁衍深吸 这个世界太大 平凡的我们 就如蚂蚁一般渺小 生活的艰难太多 我们也要像蚂蚁一样顽强 人生没有死局 只有自己放弃了自己 才是真正的死局 渺小的我们 正因为渺小 奋力挣扎而伟大